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麻烦不断 除了支持率一路落后以外 特朗普还被美国法院裁定公布纳税申报 美国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还称 特朗普集团可能涉嫌财务犯罪 除此以外 就连他的女儿伊万卡的收入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 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和丈夫库什纳公布的最新财务文件显示 这两名白宫高级顾问2019年的外部收入 至少为3620万美元 比2018年增加了700万美元 文件显示 伊万卡夫妇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房地产和特朗普集团酒店等外部业务 并没有罗列出具体项目 事实上伊万卡夫妇并不是资源公开自己的财政收入 而是应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的要求 提交申报财产和债务的文件 但该办公室并不要求他们提交确切的数额 也就是说 想要知道伊万卡夫妇去年到底挣了多少钱是不可能的 因为只需要在一定范围内上报 华盛顿邮报指出 伊万卡夫妇的收入要远远高于文件上所公布的3620万美元 其收入可能高达1.57亿美元 除此之外 伊万卡夫妇在公开文件上的收入也存在一定争议 文件中显示 伊万卡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特朗普酒店的股份 为其带来了390万美元的收入 而她的丈夫库什纳从其家族房地产公司的码头项目 新泽西州朗布兰奇中获利20万至234万美元 而在2018年 朗布兰奇被政府指定为基于地区 享受伊万卡夫妇作为白宫顾问提出的房地产减税政策 因此很多人认为伊万卡夫妇实际上是在推行符合 他们个人利益的公共政策 当时伊万卡在白宫的职位是总统特别助理 而库什纳的职位则为白宫高级顾问 白宫总统高级顾问 这个职位虽然听上去派头很大 但实际上只是美国总统的私人助理 在联邦政府的架构中 其实根本没有这一职位 甚至都不是联邦官员 即便如此 也不能说伊万卡夫妇没有受惠于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 不得不说 在钻空子这方面 特朗普家族的确有一套 不过随着民众不满意度越来越高 特朗普这个上任总统能否连任还是个未知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